好的,那么各位中国汽车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博士集团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的自动驾驶产品经理韩卓伟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样一个线上的沟通 首先我想感谢中国汽车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线上的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平台 虽然说整个疫情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一个论坛的形式的线下的沟通 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学习的脚步 所以今天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在前几期的公开课我看到有非常多的行业的专家和大咖 跟大家进行了不同话题的分享 今天我带来的这样一个分享的题目是关于AI时代的自动驾驶的量产 我想很多在线的朋友们应该是作为汽车行业的从业者 或者说是对整个汽车行业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 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身份或者说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都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或者是收获 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进入我们家分享的内容 首先来说人工智能的话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我们用人创造出来的类似人的这样一个智能体 那计算机视觉的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的领域 那它就好比说我们人的眼睛 那语音识别呢就好比我们人的嘴巴 机器人的控制就好比我们人类的肢体等等 那通过人工智能就可以在未来不止解放我们的整个身体生产力 更有可能解放我们大脑的生产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科幻的故事之中呢 这些场景以后在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而AI其实深度的参与到了我们当今的社会进程的很多发展过程 比如说为我们打造了智慧物联网 然后自动驾驶环境保护等等的这样一些场景 提供了很多的技术的支持 而不过尽管人工智能在当前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但是它依然不是万能的 它需要我们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走向产品化的过程之中 学术界和工业界一起去努力 所以面临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底下 我今天会就以下三个点主要进行一些介绍和展开 首先是AI和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结合 我会先讲一下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自动驾驶 为什么需要辅助驾驶 那么其次呢我会来谈一谈AI是如何在我们目前的 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过程之中帮助我们走向量产 那最后呢我会来聊一下在走向自动驾驶量产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但不局限于AI这样一个话题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移动出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从博士的角度来看我们未来移动出行可能有四个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首先是电气化 其次是自动化 第三是网联化 第四呢就是这样有多么是出行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电动化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这样一个动力系统的 而智能化呢指的是无人驾驶或者说驾驶辅助的这样一个系统 网联化指的是车联网啊万物互联等等 其实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跟我们今天的这样主题 最相关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化 那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自动驾驶呢 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自动驾驶给我们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益处 比如说在驾驶的过程之中驾驶员会产生疲劳 那么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提示我们的驾驶员 或者说在他疲劳的过程之中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警示 甚至说在他的车辆啊可能要失控或者说有危险的情况底下 车辆或者说系统帮助我们的驾驶员去避免这样的风险 其他的这些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展开了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其实在90%以上的这样的事故啊 就是出行或者说在交通里面的事故 90%以上都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在出行的过程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分别是人车和路 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在车的技术方面 其实大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和技术的开发 路的方面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改进 但是如果不能把人从这样一个驾驶的任务之中解放出来的话 我们安全问题的根本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 自动驾驶应该从根本上改善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在很多的程度上要替代我们的人去开车 替代我们的人去执行驾驶行为 执行驾驶的任务 这样才可以给这样50%的事故的原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案 而根据我们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调查研究表明 中国的消费者其实对于自动驾驶的接受程度 在全球的比例都是相当的高的 甚至高于很多的发达国家 那么甚至有专家预测 我们在2035年销售的普通汽车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搭载了我们的高度辅助驾驶 或者说高度自动驾驶的系统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右图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分配 而中国和北美市场呢 已经成为自动驾驶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这也是整个行业里面的玩家 不管是传统的主机场 还是T1 或者说是新兴的造车势力 都在中国本土 大力投入本土研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下一页 不管是哪一种应用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不管是深度学习还是机器学习 它们都是很强的数据驱动的一些领域 而说到那个自动驾驶 AI在自动驾驶之中的应用呢 我们在图上所看到这三个三大核心的模块 第一是感知 第二是决策 第三呢就是预测 感知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 目前大多数的这样一个自动驾驶 AI在自动驾驶的应用 都是在感知领域 这个也是得益于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的 在自动驾驶 或者说在这个图像识别 里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做物体检测 做鱼翼分割 来处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产生的 这些传感器的数据 而在决策领域呢 其实要根据 就是说要根据环境感知的 这样一个结果 以及所有交通参与者 当前和未来可能的状态 来告诉车辆 我们要如何去执行 加减速 转弯或者说变道 等等一系列的操作 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了 比如说强化学习 等等等等 而预测的话 就是要根据我们传感器 当前提供的这样一些 物体状态的信息 同时呢 要结合一些历史信息 以及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些交通参与者的模型 对整个的这样一些道路环境进行预测 其实这个跟人开车是一样的 我们要眼观流露 听八方 同时呢 要去判断 每个交通参与者 他在未来的情况底下 会执行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行为 而在目前这三个应用领域里面 我们大家也都会知道 其实最多的 我们谈到最多的还是在感知领域 所以我们下来先来看一看感知领域的一些背景知识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每个人开车呢 其实是需要眼观流露 耳听八方的 而自动驾驶的车辆的传感器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和耳朵 通过在车身安装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我们就可以探测到车身360度不同距离的物体 这里面的传感器类型 比如说我们有涉及到的长距离的航波雷达 中距离的航波雷达 这个是可以安装在车身的前宝杠 然后侧方以及后面的保险杠等等 不同的位置来实现360度的环境感知 同时也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视觉传感器 比如说前视摄像头 环视摄像头等等 在未来呢 我们如果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价钱 能够降下来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可以看到 在量产的产品之中 激光雷达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而这些传感器 其实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通过360度的环境感知 来探测静态或者动态的交通参与者 比如说我们自行车的 还有行人 还有探测这些静态的车道线 红绿灯 交通标识牌等等 而通过这些不同的传感器 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组合 因为每个传感器 他们的这些探测的原理不一样 他们可以工作的 这样一个环境 包括天气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 有效的选择和组合 才能够实现高性能 高鲁邦性 包括在全天候 全视角的这样一个环境感知 给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系统 提供最精准的 这样一个环境的输入 而在不同的 等级的自动驾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些所需要的传感器的数量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在感知系统里面 我们要去选择 不同传感器的这样一个类型的配比 我们可以看到 从二级的自动驾驶 我们大概需要这样一六个传感器 就是五个 毫米波雷达 加上一个前世摄像头 这样一个典型的配置 到三级的自动驾驶 我们可能需要十五个传感器 而到四级的自动驾驶 我们甚至需要五十个 甚至更多的传感器的配置 它的其实目的 也是为了在不同的 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 等级里面 不同的工况里面 实现真正的 高鲁棒性 高性能的传感器 因为到三级和四级自动驾驶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 责任的主体 而且从我们的驾驶员转换到了整个的系统 所以我们从感知决策和执行 这三个不同的领域里面都需要对于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传感器 或者说计算单元进行冗余的配比 从而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 我们说完感知 我们来看一下决策 如果有了大量的这样一个传感器的这样一些数据的输入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如何去及时的 有效的进行传感器的这些处理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等级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传感器的这些算力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 或者说部分自动驾驶领域里面 我们传感器所做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方式 还是基于这样一个目标级的融合 那对于传感器原始数据的处理的话 其实它要求的算力并不多 那如果我们要实现更高等级的自动驾驶 甚至L3甚至L4的话 目标级的融合可能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进行这几个特征级的融合 那特征级的融合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首先要在整个的这些传输数据的总线上面 去做一个升级 我们要需要高带宽的这样一个电子电器架构 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中央的控制器 中央的处理器实现高算力 所以说在硬件层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趋势 第一是我们对于处理器本身的运算能力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升级 尤其是在高等级自动驾驶领域里面 我们需要有这些AI的处理器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 比如说深度学习的能力 然后它进行硬件加速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通过使用GPU 使用这些AI加速器 来实现高等级自动驾驶里面 这些深度学习的这些算法的加速 从而能够即时的高效的去处理这些传感器的数据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一开始我们是需要使用这样一个控制器 加上μC加μP就是微控制器加上微处理器 然后在升级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进行整个的这样一个算力的中央融合 也就是把不同的类型的这样一个硬件设备 集成到某一个单一的盒子里面 我们叫做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种高度集成的行车电脑 这些就是未来的我们的计算平台的出行 这个也是我们AI能够应用到自动驾驶的领域里面 所需要的必备的一些硬件的设备 既然我们讲到了一些AI的应用的话 我们这里面先简单的看一下 AI究竟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目前是怎么来用的 对于感知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的重要性 作为车辆的眼睛和耳朵 作为系统决策的一个输入 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而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在图像识别方面 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基础研究 深度学习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它要把它有这样一个深度结构的神经网络的结构 在整个不同层级的深度的神经网络里面 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隐含层 我们叫做hidden layer 在神经网络里面有输入层 而输入层的这些神经源 我们连接到车辆输入的传感器的原始图像 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每一个像素就是我们输入层上面的一个神经源 而隐藏层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有非常多的隐藏层 隐藏的作用其实就是要把输入层和输出层进行这样一个连接 而随着我们这样一层层的逐渐的深入 每一个神经源所携带的信息也会变得高度的聚合 比如说从整张图片输入的输入层到第一个隐含层 可能我们只能识别出来一些图像的一些边缘的 这样一个每个车的一些边缘 这些特征点 或者说我们做什么叫feature 而随着一层一层的输入 这些线和边缘它会逐渐聚合成一些 有着这个比如说正方形长方形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形状的组合 那最终呢 它们就会变成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体的边框 等等 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深度神经网络 最终能够去把这些特征和边框提取出来 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分类的结果 然后在感知领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深度学习通常要来进行这样四个不同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要去进行Viu 我们就叫做 比如说两轮车或者说行人等等 这些弱势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检测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进行车辆检测 比如说我们要去框它的这样一个3D的bounding box 同时呢我们要去识别出来它的位置距离和速度 这些都是我们描述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一些特征 其实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对他们的这些车辆的类型进行识别 甚至说带来的更大的挑战是要去识别一些特殊的车辆 那我们看到除了要进行这些动态交通参与者的识别之外呢 我们还要进行这些道路元素的识别 比如说这里面包含了交通标示牌 车道线 还有地面引导的这样一些字体啊等等 除了这个道路元素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要识别一些特别的场景 特殊的场景 就像我们在平时开车的过程之中 这个施工区啊 然后这样一些道路的这个特征的变化 其实是一个比较动态的过程 这个也是带来一个蛮大的挑战 比方说在中国和在欧洲 我们的施工区的这样一个设置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去收集不同类型的这种特殊的场景 然后建成特定的场景库才能够对这些场景进行有效的识别 这也是目前在环境感知领域里面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感知系统中的应用实例 这个是我们做这样一个鱼翼分割的一个实例 鱼翼分割指的就是说我们要对于我们输入的每一帧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 进行鱼翼的识别 鱼翼的识别意思就是代表它要去找到每一个像素 它代表的是什么的意思 就像这里我们把摄像头视野范围室内的环境有不同的颜色标记起来 前绿色就是我们的车辆 然后灰色就是可不相关的一些道路的静态的建筑 绿色的话可能是一些植物 红色就是我们车辆所能够行驶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通过这样一个鱼翼的分割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样我们就可以让自动驾驶的车辆根据我们所分割出来的不同的区域进行行驶 比方说这是一个用摄像头在真实的路况里面进鱼翼分割 然后进行自动驾驶的一个视例 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车辆包括周边的环境 其实在光照对比度比较明显的情况底下是能够进行非常好的识别的 前面有摩托车 然后对象的车辆都可以通过鱼翼分割的方式进行识别出来 甚至说像在这种乡村的道路情况底下 没有车道线 没有任何的道路边界的时候 通过卷积升级网络加上我们的鱼翼分割的这样的算法 就可以是有效的判断出来车辆可以自由行驶的空间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系统把车辆维持在这样一个可行驶区域里面 那还有一个比较可能不是那么经常被提到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AI在人机交互里面的应用 尤其是在驾驶员监控的这样一个领域 这里面包含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个是我们要去做人脸的识别 现在不管是智能座舱也好 还是各种各样的导航娱乐系统也好 可能对于人脸进行识别之后建立相应的这样一个用户的ID 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 而在跟服务驾驶和安全相关的领域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去识别出来驾驶员 当前的驾驶状态是不是处于保持在一个专注的状态 也就是说要去检测出来驾驶员他是不是分心了 还有驾驶员是不是疲劳了 驾驶员有没有在干一些和这个驾驶行为不相关的这样一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都可能在比如说在这个二级的自动驾驶的情况底下 因为人依然是驾驶主体 但是用户很有可能对于系统产生依赖或者是误用 这个时候通过驾驶员监控系统就能够识别出来这些潜在的风险 所以说驾驶员监控系统里面背后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AI的应用 这样的产品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到 比如说我们在2018款的这个通用的这个CT6 我们他们叫超级巡航Super Cruise 上面已经搭载了这样一个DMS的系统 驾驶员监控系统 来对驾驶员的这样的不同的行为和状态进行识别 这个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就是说在无人驾驶的汽车上面配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配备了这样一个系统之后就可以分析当前的 这样一个驾驶员的状态 这个其实也是面临的一些欧盟新出台的一些法规的要求 比如说到2021年 这个欧盟的NCAP 我们的NCAP是要求整个 所有的汽车生产上这趟新车是要配备这样一个驾驶员监控系统的 所以说不难看到将来的这样一个驾驶员监控系统的发展 其实是有助于加速AI在自动驾驶行业里面的落地的 而DMS的产品其实加传监控系统这样一个产品 其实它所要面临的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要检测 首先要识别出来人脸在整个座舱里面的位置 其次是要对人脸上面的关键点进行一些检测 比如说我的眼睛的位置 比如说整个唇部的开合的位置 包括眼睛它所注视区域的这样一个信息 都是整个驾驶员监控系统所要识别出来的一些关键的地方 通过对这些识别出来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结合 才能够判断出来驾驶员当前的驾驶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驾驶员是不是分心了是不是打瞌睡了等等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都是跟感知还有相关那些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I在决策里面可以看到的应用 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 AI在感知里面其实已经能够看到非常多的量产产品的应用了 那主要原因其实对于AI来说这些场景这些应用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而这个相对呢是和我接下来要讲的决策来对比的 我们提到人工智能其实都会想到一些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围棋比赛里面击败人类骑手的AlphaGo 那很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那AI在围棋上面的应用和在自动驾驶的应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两者的区别 是在于首先驾驶的环境和下围棋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驾驶的环境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环境 也就是说在驾驶场景里面我们经常所说的这样一个open world 就是开放道路环境里面的问题 场景是可以随着不同的动态的交通参与者的变换 以及当前的环境比如说天气光照等等条件的影响 它有无穷尽的这样一种排列组合 那第二个点呢是在于它可选择的这样一些行动数量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在下棋里面每一步可选的范围都是可控的可以知道的 最多有三四种比如说典型的是有三四种最多可能也就六七种 而这些行动其实是非常具体化的 我们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要去落围棋的子 而在自动驾驶里面 这些选择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的 我们单可以说比如说在转向的时候 一个右转弯就可以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转向的程度 这样的带来有不同非常多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可行驶的这样一个路径的规划 因此在自动驾驶的场景应用里面呢 机器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空间的 这是我们说第二点不同 那第三点是在于两者可以量化的程度和计算程度和计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下棋的时候机器可以提前计算出来不同步骤底下我们可以产生的结果 对对手的预判也会非常准确 而在驾驶环境里面是非常不同的 路面上我们可以有认为多 它是有多个决策者相互交互的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比如说我们自车是一个交互体 而行人呢 其他人工驾驶的机动车呢 也是我们相应的决策者 他们有自己的行为策略 但机器呢没有办法去保证对他们的行为一直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所以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 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驾驶和机器相比是有非常大的不可预知性的 它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啊 就是一是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上层上面的这样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可以训练多个不同的模型来去做 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去做这种端到端的决策的学习 直接去模仿 通过大量的数据输入 直接去教会我们的机器模仿人类的驾驶行为 比方说强化学习 有renforcement learning 它的重点其实是训练我们神经网络的神经语言 去模仿人类的驾驶行为 但是呢 它是一个和实际的驾驶环境直接强相关的 而这些驾驶行为对这些环境也会产生的影响 比方说车辆将会自行的判断 当前的这样一个决策行为是好还是坏 比如说这个这样一个驾驶的决策 它会撞上别的车 还是说会能够正常的保持在本车道内正常的行驶 而这样一个判定 系统的算法可能会受到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这样一个反馈 而这个反馈呢 可以再进一步加强整个系统的算法的这样一个迭代 所以说这是目前AI在决策系统里面的一个典型的应用 这也是目前AI在决策系统里面的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还有一些应用呢 比如说我们在AI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去应用 通过大量的仿真我们可以去验证系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模拟不同的光照和天气条件底下的场景 这带来第一个好处我们可以极大的减少路视验证所需的工作量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通过大量的路视去采集各种各样的场景 所以呢 很好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AI去模拟这样的场景 那这里面博士所带来的考虑是我们可以第一通过真实世界的验证 我们叫做道路验证来去判断我们的系统是不是有足够的强的路望性 同时呢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场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是一个小孩子横穿马路不可能去搭建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去做测试 那我们可以去通过AI来去对这样一个场景进行模拟和真实场景的重建 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去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一个场景库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夜晚呀下雨天呀 或者说下雨天加夜晚呀 不同的光照和天气条件底下对同一个场景进行不断的仿真和叠加 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所真正需要实车在道路上面进行跑的这样一个总的里程数 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需要去通过实车验证 实车去跑路侧这样一个工作的这样一个危险性 所以这是AI可以在整个自动驾驶的量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 提供非常多的便利和帮助的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不同的天气光照条件下都可以通过 建立这样一些仿真的场景 来去实现对于系统的验证 我们说完了这些 AI在自动驾驶里面的应用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走向真正的量产的过程之中的一些关键因素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数据 在一开始我其实提到了不管是深度学习还是机器学习 数据是驱动整个算法进行迭代的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做数据是新的 是由data is the new oil 那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我们所获得的数据中 我们所采集的数据之中获得非常多的资源和商业的机会 现在的所有的AI的算法性能的提升是离不开大量的数据积累的 而数据的处理标注 或者说我们对于数据整个质量的把控 是我们改进整个算法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这里面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点就是算法 人工智能从上世纪60年代被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快60年了 那在这个期间每个时期其实都有人工智能不同的一个重点 那一开始的算法我们可以看到是传统的机器学习 通过对于数据的观察和总结 在那个时期的顶尖的科学家设计出来了一套 基于规则的这样一些算法 我们也可能叫做模式识别 一直到后来80年代中期的人工神经网络的出现 再到这个2000年初 各种各样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这些模型的设计 那这里面不管是模型的训练和优化 还是说新的模型结构的提出 又或者是模型在这个端侧的硬件的部署和性能的优化 背后都有非常多的行业的专家和研究人员付出的很多的努力 最后一个关键点其实是关于硬件 我们有非常采量的数据 我们有非常庞大的模型 模型的深度复杂度也非常的多 也是从这个几何指数增长的 那在训练和我们进行推理的过程之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硬件平台的支撑 没有高性能分布式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计算平台 那我们是不可能去训练出好的模型的 从一开始我们对应用CPU进行训练 到后来用GPU或者是IPG进行训练 再到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专用的这样一个TPU 或者说ASIC来进行训练 其实业内也是越来越意识到整个硬件 对于整个AI的应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说从数据算法和硬件三个不同的因素 角度来看 AI在走向自动驾驶的这个量产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的 而这三个核心因素呢 它们相互之间又是紧密的结合和依赖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一个展开来去聊一下 首先聊到数据 这个也是目前整个行业内的共识 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去打通整个数据的闭环 并且要去实现数据的自动化 这个确实已经是行业内的一个共识了 而数据闭环的自动化在整个我们对于AI的算法 包括对于自动驾驶大脑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迭代 是一个最好的系统化的方法 它可以打通整个研发环节的这样一个迭代反馈 同时呢 很大程度上面呢 可以去减少我们所需要的乘副劳动 让所有这样一个AI相关的工作人员 整个在研发的环节里面 大家可以更专注的去实现算法的核心价值 可以把我们整个产品的迭代的效率提升到极致 前面我们其实在管制领域已经看到了自动驾驶场景的复杂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 那么克服这样的困难 其实是需要有足够多的这样一些场景和案例 以及测试数据的支持积累来支撑的 只有积累够这个足够多的测试里程 足够多的不同的场景 那机器的算法才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化 那如果我们从数据驱动这个深度学习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我们模拟人类的驾驶行为 其实是主要依靠于这些不同的案例和数据的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大的这样一个车队 去在不同的路况和工况里面进行测试和数据的采集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去反馈说 在机器在这些场景之中 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些很好的决策 而一旦出现机器产生错误的决策 那这些错误将会驱动我们进行数据的采集 来对算法进行的优化 所以说 这些错误可能会被应用到我们 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 重新去优化我们的算法 迭代训练 然后在模型和算法升级之后 重新部署到我们的真正驾驶的路 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路侧的车上面去 这样子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在下次遇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 机器就可以避免做出同样的错误 产生最好的 从而实现整个系统能够达到最优最好的决策 所以说 从整个这个自动驾驶产业的角度来讲 数据闭环是加速了整个算法模型迭代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给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开发的整个AI的生产环节 提供了最基础的工具链的支撑 所以说这是整个 AI在自动驾驶量产里面所要解决的最基础 最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数据闭环的自动化 第二点我们来聊一下生物学习的这些算法评价指标的参考 首先我们这个环节 我们这个整个的讲座 其实不是为了去讲AI 或者说是去讲深度学习的 所以这里面我不会去太多的深入到整个深度学习里面 它会去怎么做 但是呢我们想去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整个深度学习的算法进行一些量化的 进行指标向的评价 这里面我们关注的点是我们设计好的一个模型算法 我们用什么样的度量的指标来去判断它 这里面我给出来了一个论文的参考 它是来自于MIT的一个研究项目 针对于我们的深度神经网络 部署在硬件里面 我们用什么样的指标来去衡量它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衡量的标准首先是精度 比方说我们做检测 肯定要看的是整个ROC或者说AUC 当然这些的评价的标准实际上是要在某个特定的测试样本集底下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如果用新的这样一个测试样本 模型是否能够保证同级别的精度 也就是说我们所常说的这样一个泛化的能力 就是我们去衡量这样一个模型的标准之一 那当然我们对于整个精度 包括对于性能的评价指标 都需要有相应的边界条件 因此 模型的网络结构 包括它的权重的数量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MAC的数量 也都会纳入到整个评价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因为在实际的实际的应用场景之中 我们不可能有无限多的计算资源 尤其是在车载端 嵌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给深度学习算法分配的时间和空间的计算资源 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以表中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不同的网络结构 不同的网络模型 分别是AlexNet VGG16 还有GoogleNet 还有Resense50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种不同的网络 它的精确度实际上是在提升的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需要注意的是 模型的复杂度也是成 也是一个提升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你精度提升的越高 你所需要的模型的复杂度也越高 那最终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网络结构 所需要的存储和运算的资源也是非常不同的 那最终 我们要去从这几种不同的维度来去 评判每一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这也是我们走向量产所要做的一个 非常的关键的点 我不能单独的去谈这个模型的精度是好是坏 我们也要去结合它的一些边界的约束条件 来去评价整个我某一个深度学习的算法的好或者是坏 当然同时也要结合我们的测试数据集了 这里面我们就不再去展开更多 这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去谈深度学习算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多维度多角度的去评判它的好 或者说尽能论指标的好与不好 我们说完算法我们最后来谈一下 这三个要素里面最后一点就是硬件 我们深度学习的硬件按照推理训练 云端和边缘这个不同的评判维度 我们可以划分为四个向线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云端做训练 所使用的GPU或者FPGA等计算的集群 这个时候因为模型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固化 所以说在整个算法不断迭代的过程之中 对于硬件的要求是首先它有一定的灵活性 同时它要具备高算力还有高通图能力 而在这样的云端训练的场景之中 对于成本和功耗的考虑相对 相对会弱那么一些 其次一个场景是要在云端去做推理云算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模型有相对的一些固化了 要针对于某一些特定的应用 去使用特定的模型和网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模型的迭代其实并不会特别的多 这时候重点关注的是运算的速度 和它的整个的带宽 也就是吞吐量 同时呢要兼顾功耗的一些成本 因为在服务器端这个功耗电耗都是比较重要的评价和标准 比如说谷歌就为了它的这样一个这个业务 不管是搜索还是说做这个图片识别 专门去使开发出来了这个tpu 这样的专用的加速器去做云端的推理 而第三个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边缘端去做推理云算 比如说在嵌入式的这个车载环境里面 智能的硬件设备里面 这里面对于硬件的这个算力 实时性功耗带宽体积还有成本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因为如果应用在车上我不我的功耗 是非常有限的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满足这样一个车规级的安全的这样一个认证 而如果要应用在自动驾驶上面的话 那要求就更高了 那我们要去做这个功能安全的认证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AI加速硬件来说 在于车端的应用边缘推理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实时性 精度 能耗 吞吐量 还有 它的这样一个延迟 以及成本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叫做这个这个 成本指标 所以说在任何一款做这个硬件加速器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平衡它的性能指标和这个成本指标之间的一个矛盾 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所以我控制成本可能就会去牺牲性能 因此在整个优化的过程之中 一个关键的点是对于我们的软硬件的系统要进行协同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要去降低这些精度 从而这个提高 我们降低的精度 可以减少我们网络所需要占用的这样一个硬件资源 其中比如说典型的方法 我们可以要把32bit降成8bit 就使用定点数减少整个它的位宽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在于我们降低的这样一个bitbit之后呢 能够保证精度的降低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我不能说我降低了从32位降到8位之后 我的精度从95%降到了60% 那这个当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优化的目标是要保证精度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然后呢我们要去把它的这样一个比特数减少 同时其实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去挖掘这些激活函数的统计特性 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能够把网络进行稀疏化的一些方式 那同时呢可能会对网络结构进行一些裁剪呀等等等等 而在硬件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硬件的架构进行一些深入的这样一些研究 比如说我们要去挖掘它的内在这些数据的定性性 还有可重复利用性的一些可能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化方法 比如说我们计算嵌入到这个一个存储里面 然后使用这个HMSC等等等等这些一些比较新颖的技术 这里面我们就不做一个一一的展开了 所以说对于硬件加速器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聊的是其实非常多的 这里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参考吧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下面这个链接啊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一个 去了解硬件加速器设计的一个文章 我们这个里面可以来看一下 一个车端的一个推理运算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对于VDD这个16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去做了一这样一个予以分割的网络模型 那从训练平台端移植到这个嵌入式设备 如果我刚才所说是要对整个网络结构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比赛的位宽 进行这样一个优化的 而优化之后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的能耗比的下降 也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训练端 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硬件的设备 和真正到车端所需要的硬件设备的能耗指数 其实下降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真正能够把深度学习 应用到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里面 所要考量的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能量和效率的这样一个平衡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AI应用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里面的不同的场景 比如感知决策还有预测 以及AI的这个三个关键点 就是数据算法和硬件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 AI在自动驾驶里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和需要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 相信对AI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深度学习的可解释性 它的黑核问题 一直是整个领域里面研究的重点 因为在传统的机器学习领域 不管是基于规则 还是基于这个滤波器的这个算法设计 那最终输出的结果 不管它是对或者是错 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和拆解 找到它的一些根源 而在深度学习领域里面 由于网络的这样一个隐藏性 隐藏层增多 那带来的问题就是层之间的连接变多 而每一个层之间所学习到的这个特征的表达 都会变得非常的抽象 很难说通过对于模型的这样一个挖掘和分析 来对它所做出来的结果进行解释 不管是对的判断结果 还是错误的判断结果 都没有让它做出解释 而如果一旦出错 我们没有办法追溯到错误的源头的时候 这就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系统有了bug 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 那更严重的来说 如果系统漏识别了某个障碍物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新闻里面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 系统漏识别了某些障碍物 那深度学习的算法 却没有办法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免 类似的事故和错误在下次同样的发生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我们辅助驾驶汽车 或者在同样的场景和工况底下 不断的去发生事故 然后撞上这个路边的障碍物等等 那除此之外 由于它的不可解释性 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于深度学习算法 进行验证和修复 以及分析 就没有办法实现它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安全 这对于自动驾驶量产 我们做量产的系统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还有比如说我们深度学习虽然对感知系统 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提升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决策和规划的问题 而这些领域其实是需要去我们结合传统的算法一起来去实现的 这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把传统的算法和深度学习进行有效的结合 这也是行业里面所要关注的一个解决的重点 而最后我想强调的一个点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个点是在于 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里面 我们走向量产最最重要 最应该去关心的点 这也是我呼吁整个行业的业内从业者 除了去关心系统的性能的优化之外 我们更应当去关注它的安全 因为整个增加驶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复杂度 是成几何指数的增长的 我们可以看到传感器的数量 所需要处理的数据 所需要去关注的这些场景 其实它的复杂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们都知道实现自动驾驶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巨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近些年来也变得逐渐的理性 不像多年前认为我们在2020年2021年就可以去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驾驶 不是那么两三年就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从去年和今年开始 我们这个大家谈这些问题的这些热度 包括它的理性程度 热度是逐渐的在这个变得冷静 然后大家也逐渐变得理性 多数的自动驾驶的公司 其实都推迟了他们的这个量产的计划 而在与之相比呢 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个新闻稿里面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安全 那为什么呢 其实在前些年 大家更多的关注于这些技术问题和实现的功能的问题 就是做一些demo demo做完了 技术问题解决了 之后呢 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 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和瓶颈 我们可以看到在汽车行业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模型叫v模型 就是指的是在开发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把系统的整体分解到每一个子系统里面去 拆解到每一个原件里面 在整个验证测试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要去验证每一个原件每一个子系统 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从左侧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定义 一直到最右侧的最终的量产 测试和验证 我们只是在v模型的右边 我们可以单看流程来说 可能啊 这两个测试和验证 占到了可能有20%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20%的这样一个流程上面的比例 往往会花费我们80% 甚至90%的时间来去做 也就是所说的这个常委理论 90%的这样一个工作量 可能只体现在流程里面的20%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做自动驾驶的这些公司 花了非常多的大量的时间去跑路测和验证 而这个验证是一个极其极其漫长的过程 包括里面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标准 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这些都是目前没有去解决的问题 那除了这些验证和释放之外呢 法律法规可能还是有所突破 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这样一个自动驾驶 所以说从量产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我们要去关注如何去对子系统去做分解 然后做集成 同时呢要对整个子系统去 子系统还有整体的系统要去做验证和测试 这就是我们量产所要去真正解决的一些点 这也是AI在量产过程之中所面临的一些大的挑战 所以这里面我呼吁的大家去强调的一点是 我们不光要去做这些设计 我们不光要去做这些测试和验证 更多的呢我们要去关注的是 要从设计的层面就要去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 同时呢我们要去有这样一个相应的 测试和验证的流程和规范 也就是我们不光要去验证它的安全 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设计它的安全 安全的目标是要通过安全的设计来能够最终实现的 所以这是我最后所讲的一个最关键的点 我们如何去走向自动驾驶真正的量产 最后呢我想提出一些对于新技术的展望吧 我们可以前面看到一些已有的一些应用 以及AI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以及我们走向量产所要关注的安全的重点 那新技术是什么呢 这里面我引用一下这个生物学习的大牛 也是他们在今年的这个SRA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把人类和动物 人类和动物我们是通过观察大量学习的背景知识 而这些背景知识有可能会和我们当前所使用的某些应用场景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它是一些更general的一些背景知识 而我们人类和动物是可以把我们观察到的这些大量的背景知识 应用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的 我们如何去交汇我们的机器去做同样的东西 这其实是目前整个生物学习领域或者说AI领域所关注的一个点 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自监督学习 叫self-supervised learning 这个是未来行业里面所关注的一些重点 这也是给大家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展望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近两年在SSL领域里面的一些应用 有非常多的一些论文 然后一些讲座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点 这个可能是未来AI能够应用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新技术 最后我想对我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流做最后的一个总结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AI是实际上已经非常多的应用在我们自动驾驶的感知系统里面 同时呢 在这个决策和预测领域里面有了相对的一些研究 但是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这样一个自动驾驶应用 其次呢 数据闭环已经成为了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算法 快速迭代的最关键的一个点 与此同时呢 应用在车端实际上能力能耗和算力 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AI的硬件加速器来去解决的 那真正能够去把这些高精确度 然后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算法 能够得到自动驾驶应用所需要实现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硬件的加速器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安全和验证是目前尚在解决的一些问题 也是我强调的一点 就是安全我们不是去通过验证 不光是通过验证验证出来的 同时呢 也是要通过在设计阶段 就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安全是要设计出来的 那最终其实最后一个点 其实也是符合这个博士在AI方面的一个道德准则吧 因为大家知道博士是在积极的提供人工 这个推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研发 也是要去探索说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和自动驾驶的系统融合 结合在一起 而进一步来提升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研究和学习吧 好的 那我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然后也希望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话题 能够在整个行业里面去和大家去做这样一个交流吧 所以后面我们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就关于我们自动驾驶 关于AI在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落地 希望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问答环节 我们收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 就是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吧 第一个问题 AI在自动驾驶中可以起到的作用程度是否可以量化 如果AI可以使算力增加百分之几感知费范围能增加多少等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是 AI确实是可以增加这个自动驾驶的某些某些性能指标 但是他不是说使算力增加了多少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AI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应用主要还是集中在感知 比如说我们的车道线检测和物体的检测 就是说我们用传统算法的话 其实是可以设计一些滤波器来去对整个对车道线的边缘进行检测 或者说对整个物体的边缘进行检测 然后去把它合成最终的一个bunding box 那么AI的做法其实是通过深度学习 通过这个深层的神经网络来去自学学习一些它的浅 比较比较高层次的一些feature 然后呢 再用通过这个数据叠代的方式 能够让模型这个输出的结果更加的准确 所以最终它能够体现在整体系统层面的这一些kpi的话 一般我们会说它的整个的检测率啊回照率啊等等等等 感知范围的增加可能并不是我们去衡量一个AI系统能够给一个评判指标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在自动驾驶研发之中 AI是独立于部门还是说融合于各个子系统之中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 AI这门技术它作为一个比较通用的或者说可以应用在不同领域的一门技术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可以说它不是说针对于专门自动驾驶来提出这样一个一个技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博士我们有这个中央研究院 是专门去负责这些前瞻的研究去学术性的研究 包括发一些论文啊等等 同时我们博士也有这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包括今年去年和清华大学也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方面我们是有这个研发的透露 就是说在研究方面是有一些透露的 同时在工程量产化的话实际上我们会去看 如何去把这些前沿的AI的研究 真正的用于我们在未来的可以量产的产品之中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针对你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还是独立于各个子部门 但是呢又会和各个业务单元和各个产品线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 因为最终我们做研究的目的 还是能够希望它能够用到量产的产品里面去 能够真正做到落地 这个才是我们做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是很多机构都在预测自动驾驶的时间表 在一些关键因素如安全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前提之下 这种预测的意义在哪 看来这个问题好像是质疑我们自动驾驶的这些定义的所谓的时间表 当然网上其实有很多的说法说我们每天都在定义时间表 然后都在推翻时间表 这个自动驾驶的行业到底有没有未来等等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看 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 其实都要去定义一个目标 就以终为始 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要去哪 在什么时间走到哪里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制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这个不管是每个人还是做我们做产品规划 其实都会是这样子的 那有了这样一个指导性的大的方向 我们才能够去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去需要怎么样的去计划做我们的这样的量产的项目开发 而你说的这些问题 就比如说安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那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也是在我们真正做到量产的过程之中 才逐步发现的 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拍脑袋 只是做demo就能够去找到答案的 就能够去发现这些问题的 一定是要去往量产的这样一个实践的方向去走 才能够看到问题在哪里 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去用这个大规模的服务器集群 去训练一些AI模型 那如果你只是跑demo 然后把这些模型放到公共机上面 当你的计算资源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 在一个嵌务势环境里面 在计算资源 整车真正量产的这样一个环境上面 在所有资源都有限的情况底下 我们如何去保证相同的这样一个性能 这个才是真正做量产的过程之中 才会面临的问题 所以时间表的目的 一方面是知道我们开发 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往哪里走 而这些安全问题的这些解决方式 实际上是要在这个过程之中 逐步被解答的 第四个问题是 中国是具有自动驾驶 最具潜力的市场主要因素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在问的问题的本身 它其实也提到了 到底是市场容量 还是消费者 还是开发人才还是政策 那我的答案是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因素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研究报告 或者说从市场分析 包括博士做了一些调研 都告诉我们说 中国市场实际上对 这个中国市场的终端消费群体 实际上对于自动驾驶的接受度 在全球都排名非常的靠前 所以说大家对于新技术的 这些接受和认知程度 是足以促使我们自动驾驶产业 落地的一个非常利好的这样一个因素吧 那么同时的话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成品车市场的容量 包括增长的速度 其实在尽管说这两年车市不是很好 但是中国的市场依然是几乎全球的车企 都非常倚仗的 依赖的一个市场 增长的市场 所以从市场的容量来说的话 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因素 那政策和人才就不用说了 中国的政府对于自动驾驶 对于智能网联汽车的这样一个扶植 还有推广的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然后人才提对的话 相信所有高校 其实目前都在去看这些人工智能 包括自动驾驶 相关的人才 相关的这些专业 其实都有非常充足的储备的 当然这可能是需要一个几年的过程 能够真正的使这些人才 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产业里面去 所以我相信中国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些 成为真正成功的自动驾驶的市场 具有非常多的这些潜力因素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 这些因素都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 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后续的这个 中国汽车报的这个系列的课程 能够继续保持 保持关注 或许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么同时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 对博士的自动驾驶保持关注 对博士 öz meditating